你看拉手的时候 大家再看啊 再看一个小的细节 他们拉手的时候 都会把自己这块缩着 这块这么样进来 你看一下 明天伯格来 让伯格给拉一个 咱也不告诉他 咱要看啥 你就让他自然拉 你让伯格拉一个 你看看伯格 明天能弄的是这么拉 包括咱们再看一看 凡人能把伯格拉手 他们都是从这个位置 从这个位置走了一个捷径 就感觉是手都已经夹着夹着了 你看是这样的感觉 你拉完以后 感觉这块是这样过来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过来的 然后再把它优开展开 来看一下 放一下的 你看慢点 你看 他们是 你看他们是 这块是夹着进来的 你看 然后再放松的展开 再把它优起来 靠身体这个再优起来 这就是啥 你回来 你走的越小 你越快 你这么去这么回来 它不可能快 你们试一试 但是大家记住 你回来的时候 要小可以 但是不要紧 就因为回来 它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它是一个放松的动作 打开的动作 它可不是你绷着紧的 我为了它小 我使了劲 你这个就做不出来了 一定是松着去 一个放松的 放松展开 收紧 你看展开 那这么过来的 那都是用身体带的 来 大家再看一下 看 这放慢的 大家看 看 它是 看拉球 他们拉球 都有点什么感觉呢 就是再往回拉手的时候 这个胶皮 即将磕到自己大腿了 但总是在完美的腰过去了 你跟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即将磕到自己的大腿 然后完美的 从屁股这儿绕过来了 我们原来拉球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经常会出现一个海绵 就拉手的时候 创造自己大腿 对 完美的腰过去了 然后他们在拉手的时候 都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手外有点外展 来 大家 那个孙颖沙的那个拉球 孙颖沙这个 好像比他俩的清楚一点 来 这个 大家看 看 看 是不是从大腿这一侧 往斜后方 完美的绕过去了 然后再靠腰转出来的 靠腿灯 靠灯胯 转腰转出来的 看 是不是这么过来的 你们拉球都是这么转过来的 属于转了一个大圈 过来 转了个大圈回去 能快吗 不可能快 那比人动作转 多转好几圈 就好比什么感觉 大家看 你拉球 它是一个 看 半圆 但这个半圆 不是你做动作 做出来的 是你靠腰 靠手腕 靠前臂 往外 幽出来的 幽出来一收 它自然就是一个半圆 回来是什么 回来是这样回来的 一个直线 它不就是半圆吗 你看 半圆 还原的时候 一个直线回来 你看自然到这了 展开 你看 是不是就 我从这往这回 是不是一个劲道啊 是不是又能放松 又能缩小 看见了吗 它又一个半圆出去了 放松 打 又一个半圆 放松 又一个半圆 它是不是一个在半圆呢 对不对 那大家是怎么走的 大家是半圆过去 半圆回来 半圆过去 半圆回来 即慢 又放松不了 因为你半圆回来的时候 这个手 它是绷着劲的 所以说 咱们要找一种什么感觉 放松 感谢这个 我来人间 感谢 不用送礼 不用送礼 对 来学技术就好了 对 你看 是不是 是不是 要学会什么 要学会让自己 用最简单的方式 去 去打这个球 就是 我跟大家讲啊 其实乒乓球啊 越水平越高 它是一个减法 就是你会发现 你之前多余的动作 被你一点一点 一点一点都减掉了 你会感觉自己 做得越来越简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